昨天举办了岁末的尾牙 适逢圣诞节快要到了 总裁孤仲利首次是穿着了圣诞老人的装扮 硬紧来亮相 现场洒起糖果 而他同时也宣布 今年的年终上看12个月 让员工乐翻了 红衣服白胡子拎着大布袋 是谁那么大胆 中租尾牙宴上 敢站在董事长旁边 他不是别人 就是总裁孤仲利 巧扮成圣诞老公公 现场发起糖果 员工超狂场 但是首度cosplay的孤仲利 却吃尽苦头 我自己也认不出来好不好 那衣服包很热 还是那个胡子 哇 那个胡子 真的是跑到鼻子里面去 真的是那个感觉不太好 真的不太舒服 下一秒孤仲利又穿回西装 台上唱起歌来 不过员工最关心的 还是年终问题 我们标准今年是8到10个月了 那么我们当然做的比较超出的 一定是超过12个月 一片布袋器当中业绩亮眼 中租还要禁居台外市场 展现企图新 不想被大环境打败 台湾人寿也出击 感在过年前宣布整病台湾人寿力拼不景气 用寿险换金控要把危机当成转机 三秀一